現在攻速是299嘛 那我們把這三張卡片全部都插進去之後 你看我們攻速會變得很誇張 變315多了足足16% 三張綠卡小兵也能力大功啊 哈嘍大家好我是Vaya好 今天要跟大家講卡片進階覺醒這個東西啊 對我來說呢怎麼樣是值得投機取巧這個玩法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交易所這邊啊 你只要在中午12點或是下午4點跟晚上8點的時候 他都會更新卡片 有一些我真的覺得是官方丟出來 所以他會有一些數量可以讓你搶 但是呢每次都搶輸人家怎麼辦 我明明就已經換了一顆超屌滑鼠了 然後我一直連點一直連點我還點不贏人家 沒關係 我叫大家從手冊這邊點進去看 然後從卡片圖鑑 這裡的選擇因為我是獵人嘛 我非常需要敏捷 敏捷的話呢我們會有一些替代卡 所以我在這邊篩選的話我是選擇了一個敏捷 鞋子的部分呢會有一張敏捷加1的湯英卡片 然後會有一張馬勒稻蟲敏捷加2 那我們一般我們會穿這一個嘛 因為他額外加了一個5點的防禦嘛 狂暴野貓 這張卡片是基本上是比較多半的人會穿的嘛 那或者是這一張 這張是敏捷加1的卡片 那你看到這幾張我把它取出來 這張不知道買不買的到耶 我看一下 沒有 那我不能幫你們測試這張了 我把這兩張各取出來喔 那你們去看喔 在卡片覺醒的部分 我們今天到卡片進階裡面 然後把這兩張卡片進階喔 進階完之後呢 這裡你可以看得到他的預覽 那預覽部分呢 他並不會加任何的敏捷 他只會加物理傷害前面 那這張卡片對我來說就沒什麼用了 那你看到這一雙喔 馬勒稻蟲 我們剛剛說到敏捷加2嘛 等他升到這個10級的時候呢 他敏捷會額外加1 所以他總共會變成敏捷加3 所以這張卡對我們來講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比現階段的狂暴野貌加2還要多一點 因為多一點在後面是差很多的 所以我會選擇以這張卡片為主 那為什麼我會跳到LV3呢 為什麼要把他升滿呢 我剛就是為了要幫大家把這個升滿之後 然後看這個東西啊 因為你升第5級的時候 要花費另外一張同樣的卡片 那你升到第10級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另外同樣的卡片三張 他才會升上去 那等你升到15級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用6張卡片 所以反還的話呢 他會還我總共10張卡片 卡片會全速歸還 但是呢 碎片他只還你185片 所以他總共會吃掉165片的藍色卡片碎片 然後再虧掉10萬的卡片 但是卡片他是完全不會的 我直接給你們看畫面好了 比較準確啦 不行這個不能勾掉 這不能勾掉喔 這勾掉如果你不然你點到那個高等的 你就虧死 我先把他收藏回去 我剛剛在買的時候我發現喔 他好像偷改耶 瘋兔小野豬跟土玻璃 都是剩20片而已 綠綿蟲我不知道是30片還是20片 我記得我第一天在分解的時候 是有30片的阿 對啦綠綿蟲有30片阿 所以如果你們要分的話 買綠綿蟲比較好 就差一點點錢而已 這個只有20片喔 這個也有20片而已 這個土耳也有20片 這個土耳也有20片 金鐵蝙蝠也有20片 但這個綠綿蟲是30片 所以要分的話 去分這個綠綿蟲 自己比一下 好我把這張覺醒喔 你看喔 覺醒了 好我進來培養 你看完全沒有加任何敏捷 所以代表馬勒稻蟲呢 他比這張卡更好 所以你也不用在那邊去搶破頭這張卡 那我一樣把他放緩 讓大家理解意思吧 那你說敏捷差一點會差很多嗎 我跟你講差很多 像譬如說我現在全狀態好了 因為大家應該都知道 飛行者頭盔這個東西吧 自動吃放加速速 他跟牧師的那個加速速是可以疊加的喔 假設我先不要疊牧師的 我光疊這個加速速就好了 我現在攻速多少 我現在攻速是341 我現在穿上的鞋子是狂暴野貓的卡片 那我把他換卡 我把他換了這張敏捷加3的 341喔 OK你看 差3% 到後面的敏捷你差1%是差3% 所以敏捷我們能跟越多越好 那我再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敏捷卡片可以用 披縫的話就比較難了 披縫要龍影 自從我跟大家分享了龍影的秘密之後呢 我再也找不到龍影了 如果沒有聽到的人 我再跟你講一次 龍影的話呢 他只會從拍賣裡面去拿到嘛 不然你就只要打迷你嘛 這個我也想要請教一下 有沒有玩彈服的人啊 就是說迷你啊 他會隨機給你卡片嘛 對不對 那隨機卡片的話是 我只要打所有的迷你 都會有所有迷你的卡片嗎 好像不太合理吧 我的認知是 打那一隻怪才會掉喔 掉落物 龍影卡片 他的獲取也是只有這一張呢 所以我代表我迷你的次數 全部都要留在龍影 這樣是正確的吧 如果我有錯的話請告知我 留在下方 回到我們剛剛正題 鞋子的部分我們搞好了 還有一個飾品的部分 溜溜猴 那也有加敏捷喔 如果說我們一直搶不到怎麼辦 我來看一下這個溜溜猴 哎呦他數量很多 好我直接買一張 然後鞋子跟盔甲我們就不用看了 再來剩披縫 這張我沒有錢啦 那個要從齊悅裡面去拿的 我把這張給他覺醒看看 好到警戒這邊看 哇你太爛了吧 加閃避加體質加物攻 喂 那這張卡我們根本不考慮啦 放完放完 要去測試的時候 最好是像我這樣子 就算你被封印了之後也沒差 那這張卡對我們來說根本也沒用啦 我還可以直接把它拿去賣啊 對不對 我現在賣多爽啊 36000 我把它拿來分解好像更香耶 200片耶 36000 200片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還有沒有其他的綠色卡片好用的 然後有加敏捷的 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了啦 敏捷跟攻速 對啊沒了啊 那就代表只有鞋子跟盔甲吧 臉式那些都沒有嗎 讓我確認一次 對其他玩家來說的話可能還有其他的選擇 譬如說武器啊 武器會有一些也是加敏捷的 那如果你還沒有收藏之前 你像我剛剛那樣的操作 自己再找一下吧 找出一張比較適合你的綠卡 如果你沒有辦法把武器 卡上更好的選擇的話 像我這邊是有開到西歐卡車 然後另外是用刺長影 那或者是用冰凍啊 水母啊 沉默啊 等等的一些卡片可能都還不錯啊 不然我試一張好了 我覺得我這刺長影 對我來說好像也沒有到非常重要耶 我幫你們再試一張好了 我選武器 然後敏捷攻速 這張卡片不可能嗎 這張卡片不可能嗎 就這張嘛 OK我看一下福樂稻蟲 他也是敏加一嘛 好我幫他取出 有耶 他升上去有敏加一耶 那代表我武器的話用這個福樂稻蟲 還比較優秀耶 哇升級了啦 好50片嘛 然後要用同一張卡片嘛 哇這變那麼貴喔 還是大家都知道這個秘密了 好神階 然後我剛剛的狂暴野貓 我就直接把它分解起來 但是我要分解的話 我想要分解鎖定的 等一下要分解的話是200片 200片的話是36000 應該是不能賣的 對啊鎖定的卡是不能賣的 不好意思小隻玩家要蜘蛛比較啊 200片的話大概是 7張濾綿蟲 7張濾綿蟲 應該比較划算 7張才3517 狂暴野貓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批用啊 就把它賣掉啊 賣掉36000啊 對啊 它是200片吧 我7張濾綿蟲我還多了耶 我還多10片 它也比較便宜 我當然是分這個啊 5 加215欸 然後把這個賣掉給你們搶啊 這個只有免加2啊 它沒有任何的好處啊 這張就給你們吧 給你們慢慢搶吧 然後這樣就把它收藏回去 這張卡也是常常都沒有啊 有看到我的影片的人 我們就全部都用馬勒稻叢 因為我們免起來多1 然後我再進階這張卡片 剛剛我們的這張卡 升級 對20 1 2 3 4 5 所以又花了100片 然後升級的話需要3張 好再買3張 我後面還要再買6張 所以我直接買一買好了 43000 哇這樣就不見了耶 但是應該會變強不少啊 好有沒有 免又加1了 我再把它升滿 如果你要停到這一階也可以啦 因為後面又換礦工卡 但我覺得我應該打不太到礦工卡了 所以我想要把它升滿 我就是這麼任性 我就想要現在就把它升滿 好6張 好這樣就升滿了 好看一下喔 現在攻速是299嘛 那我們把這3張卡片全部都插進去之後 你看我們攻速會變多誇張 變315 多了足足16% 3張綠卡 小兵也能力大功啊 敏捷加2 敏捷加3 敏捷加2 OK分享給你們 大家都找到屬於自己的卡片啦 像你需要自立啊 你需要力量啊等等 你自己去比較 反正你在1階的時候 你把它覺醒了 你以後可以返還 而且返還它是沒有任何的限制的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覺醒 覺醒完了之後呢 如果你覺得它給你的效果不好 那你再把它返還 好這次就是卡片覺醒的部分 介紹給大家 那如果你覺得 還有什麼樣的卡片 蠻適合什麼職業的 你也可以留言在下方跟大家分享 那至於我剛剛講的那個問題的話呢 就知道了你就回答我一下吧 下部影片見了 各位掰掰 下部影片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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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化喔 下部影片見了